大家好,我是小伯 刚才喂完油 以后吃个玉米先,不许饿了 这是黑色的糯玉米 这也是粗粮 饿了的话可以先吃一个,叠一下肚子 吃一个就没有那么饿了 尝一下歌先,以后还要打包玉米 朋友们,还有朋友们收到这个玉米的时候 有些有一点不够饱满 所以我都叫那个小伯多放了 有些多放了一斤,有些多放了一点 正确 因为这个玉米,我又不可能每一个都打开 每一个都把它打开 每一个都饱不饱满 我又不能够每一个都打开 所以我就多放了一点 如果是朋友们,还是邪气有一点 这个不饱满的话 或者是怎么样的,你们就不要拍 你要拍回去,你们又身体不舒服 是不是 所以的话,有些是不够饱满的 差一点头子 但是这个头子也不是很重的 是不是 如果是你把它全部拔下来撑的话 肯定就是 不止有没有一两二两 是不是,也没有多少的 所以我就叫小学放多了一斤 这样子在里面 如果是朋友们收到 还是觉得不好,还是怎么样的 因为这个不是很重的,很轻的 这个头子 是不是 就是 如果是你们还是觉得不好的话 就不要拍啊 等一下拍回去 你们身体不舒服 是不是 嗯,这下面还是有有有米的 下面还是有米的 嗯 谢谢朋友们 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 因为这个不是工厂生产的 他出来总是有些有些饱满 有些不饱满 是不是,总有一点的 你就每一个都很饱满的话 这个有没有 我们没有放别的 都是放点农家肥 他自己长了,长成什么样就怎么样 是不是 如果是要很好的话 我们也做不出 是不是 希望朋友们多多理解 多多理解 非常谢谢你们的机器 非常谢谢你们